又到了广告时间 首先多谢大家 上一次我们有一个party 开心吗? 开心 你走了大家还未肯走 你说得很勉强 你举个例子 不用再来我 不用 人们很喜欢看到我剪辑 因为我剪辑已经变成了世界新闻了 日本人看到你变成了我 其实我不是变成了我剪辑 为什么是广告呢 因为我们在6月22日 端午节那一晚 我们有另外一次party 因应疫情之后 大家也很想再见面 这次不是吃饭 我们是品酒 也是光顾另一间 我们相熟的 一个 fine dining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 好像你们两个 在上环 在文武庙斜对面 那个详情 麻烦大家 打92672622 与我们的行政人员联络 他会介绍给大家听 今晚有什么酒饮 也有什么消息 是吗? 希望大家拥有参加 顺便与陈智涵博士 与其他节目主持人交流一下 我今晚会亲手为大家 调整一杯welcome drink 我会调整一杯 我会调整一杯 对 我很期待 你看我的样子有多期待 好了 卖完广告了 接下来大家收听其他节目 好 回到第三节目了 这一节目又和放射性有关 我今天离不开放射性的问题 你吃不吃日本浴衫? 吃 其实刚才去完日本 是吗? 是 上星期我会游泳 不是为何要躲在酒店房里录 真是早响 我妈就在外面被我吵着 我就躲在厕所那里 日本是哪里? 去大阪 好啊 大阪 大阪我没去过 遲些我们也会去 其实身为香港人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日本 不要说我去 香港人喜欢去日本到一个地步 我在大阪看到两个香港朋友 撞口撞面撞吗? 没有 原来一说 原来你在大阪就出来了 是的 不是约定的 但是回乡下 所以对于日本的所有事情 我们都很敏感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说日本福岛 准备排放核废税 是的 在中华一部或香港 其实也有很多人有反应 其实很有趣 如果看回网上媒体的讯息分布 那个反应就很不对称 华文简体字世界媒体 就是V哇鬼叫 就算是英文媒体 你找到那些results 都是南华早报 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基本上对于其他西方媒体 就很视之 CNN也没有报道 CNN也没有报道 或是National Geographic 也是几个月前做了一个专题 另外就是还有什么团体 一起用英文响应呢? 就是绿色和平 主要里面就是说中国对于日本准备排废税的大量指责 但是很有趣 同一时间在网络世界 就有人找回两年前大亚湾排废税 然后就说它比日本还多 其实当时我也忘记了我们科学新资 是否有机会讨论这类题目 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基本上是吵架多过说科学 我想这一节尝试去否释一下 谁穿谁不穿 还有我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放心还是不放心 是的 我们由ABC说话 福岛的事件已经十几年了 是12年了 不断都要排废税的原因是 其实它没有找根本的方向去冷却 它一直不停有水冷却着那堆残留的原料棒 然后那堆水又要换水 换水后那些又不能这样倒 一直存在现场 现场的时候也很麻烦 就算有那些容器那些容器也不如你摆到永远 所以那些容器开始日晒雨淋 又怕漏水 然后究竟你存在这里有没有不够地方摆 不是办法 所以基本上很久之前已经酝酿了 就是说当你存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要陆续安排一下 将这些水去处理了它 排放了它 或者你再想想 在排放之前又没有一些 令人放心的方法搞定它 而最后我亦都主观地希望 那些方法是要令到世界放心的 但是现在你看到 总之日本要放核废水 中国就一定会吵 是呀 那就吵了 那核废水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那这里也要顺便提供资料 解构一下就是说 那你如果说大亚湾 和说这个福岛 那些废水会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你要明白大亚湾也算是一个 不仅是大亚湾的 隔壁是岭澳的 另外澳门隔壁那边就有台山 即是核电厂 那规模也是大的 尤其是台山和岭澳那边 大亚湾起得早 所以它反而是规模较小一点 那它也算是一个正常 没有任何核燃料污染物 亂洩漏的一个核电厂 譬如我们天天有公布的环境数据 我们知道是没有洩漏的 而且核燃料棒是闭合在一个回路里面 照计里面的有元素 或者由有元素分裂出来的 那些什么Cisium 那些会有放射性的点也好 照计是不应该会出现在环境里面 因为它只会留在里面 或者就是它拔出燃料棒 放在草原料棒的地方 就是在那里的地方 但是因为它都有 里面牵涉到一些产生蒸气的情况 也有一部分就是 会有一些被带了放射性的物质 它不是直接放射性的东西流出来 而是有些有放射性的东西 传到其他 因为那些辐射会穿出来的 譬如有些中指射线会穿出来的 它会打到其他部件 然后可能在里面那些蒸气 那些蒸气也会带了这些 原本没有放射性的 但就因为旁边的辐射照 照着它令它带了放射性 于是乎它也会有一些有放射性的东西 但是它的量就控制到在很低的地方 所以我亦会说越是叫做现代化一点的那些核厂 照计它能够困住那些放射性元素的能力越高 你如果说在台山核电厂 领澳核电厂、大湾核电厂 它们排放出来的那些核废水 里面主要的成份就是那些叫做tritium 一些叫做带放射性的重氷 就是这一类的元素 这些重氷基本上就是由那堆受到核辐射污染了一点的 很少的一些水晶器那里走出来的 它是因为要走进去冷却那里 于是乎就沾染了一些放射性 这样就出来了 但是我就会说这些放射性的重氷 它相对于其他放射性的点 放射性的cesium 色元素 放射性的有元素 那个污染是少很多的 那为什么呢? 大家要有个概念就是说 大家都是有放射性的东西 有些是有毒的 有些是没那么毒的 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就是 譬如说像cesium 这些元素 你吃了一个身体 它是不会磋回来的 它是进入骨的 碘也是这样的 如果身体刚好比较缺碘 你吃了一些放射性的碘 那粒放射性的碘也是不捨得出来的 所以如果他们遇到这些情况 就叫做吃碘片 就是等你吃爆了那些正常的碘 就令你不再接受新的有毒的碘 是这样的意思 但如果你说是那种叫trittium 由那种放射性重氢的那种 它就会以水的形式来饮了 或者水的形式存在着 在那条鱼的身体里面 但这种元素因为它是以水的形式进入 它就用水的形式出 你会萎萎萎萎出来 而且它的半需期比较短 排完之后几天就已经放射性跌了很多 所以它本身在海中存留的周期短 在人存留的周期亦短 所以我们会说它的危害相对低 所以会说无论你是大碘湾核电厂 领澳台山甚至未发生事之前的幅度 所有世界上正常运作的核电厂 它都会出这种放射性的重水 而这件事是很难格的 因为它是用水的形式存在 变成像大家都是水分子 我要选哪个是有毒的 哪个是没有毒的 这样选出来 大家的形状是一样的 可能一个比较重一点 一个比较轻一点 那你很难用一个很实验的方法 很干净地分出来 或者可以但你的成本会很高 很耗费能源 但是如果对于放射性的 Cesium 放射性的点元素和有元素 你很容易用化学方法 把它拿出来沉练了 就存在了 所以在处理核废水上 无论是正常的核电厂 或者今次幅度这些出事的核电厂 你如果想要隔着那些 不是由放射性重水的 另外一堆重一点的核元素 相对化学技术上是容易一点 所以今次问题就是 福岛这一个核电厂 设计是比较旧一点 它里面的水 不是间接触到核窩爐的水 它是曾经直接触到原料棒的水 所以在核子的形式上 它的而且确是比较脏一点的水 因为里面有可能存在一些 比较能够人身体吸收了 不懂得排出来的 更加毒的那些核元素在里面 所以在他们排放之前 他们一定是需要把它隔着线 反而你在大湾核电厂 它本身有一个密闭系统 它应该自然而不会有这堆 这样的点元素、色元素在里面 所以譬如中国那边 他骂日本那边就是 我那些水 我是正常核电厂的水 和你那些有事的核电厂的水 就一定是你的那些脏一点 这句话你是有权地说的 因为科学上是这样的 但问题就是 日本在它的处理系统里面 是否处理得好呢? 所以就算国际原子能机构 甚至乎美国那边最关注的 就是重点是这个问题 而在今次 譬如近期的中国指责 它特别是攻击日本 去处理核废水的程序 是否够干净? 因为在两年前的国际原子能报告里面 里面也有提到一个忧虑 就是他们处理这些废水的质量 就是有随便开几桶出来 看看这桶又可以 这桶又不行 那是怎样呢? 即是不够干净 不够帅气 所以是需要继续受到监管 要他们定期交报告来 看看水质是否可以 但我这么说 就算它有一些是比较踩界的 就来超标的 但因为你排放的过程中 你是需要依赖海水来把水质量 你是不会需要将它无止境地拿走 你留下一些是可以的 而且不要超过限制就可以了 而且在冲的时候 譬如你知道那桶水相对是比较脏的时候 你便将它排得慢一点 令它的稀释过程可以稀释得更多 最重要其实是稀释过程 所以在日本排水质量的过程中 其实需要被受质疑的位置 是有两个地方的 第一 它本身去隔绝那些有更加毒的放射性元素 隔得好不好 就算隔得不是非常完美地好 它那个稀释的过程 那个工程做得够不够好 是可以有补救的 现在日本准备去尝试 就是在试它的稀释系统是怎样的 它现在找一些干净水去试一次 看看它的活反能不能够随意地开合 例如很简单 如果你在附近去量度水质 超了标 你便突然间停止排放 让它先稀释一会儿 然后再下跌 再开放 让它排放 同时的指标是什麽呢? 你尤其是监测着那些 放射性点的元素和放射性色的元素的浓度是怎样的? 其实现在一直有些已经是由地下水排了下来的 甚至乎在美国的西岸也能量度 但当然浓度很低 不足以影响人类的食品安全 另外有件事很有趣的 其实如果你看看北太平洋的海流 其实日本由福岛排出来的水 你猜首当其冲是哪个国家? 台湾? 不是 你看看海流 它是顺时针地转上去 俄罗斯? 所以水是首先上去日本的北海道 北方四岛对出 然后过阿拉斯加 然后去美国西岸 所以要吵就美国吵先 因为福岛的位置不是向着韩国和中国大陆 那边的海 但是韩国的渔民和中国大陆的渔民会吵就不是 你那一堆公海 就算不是你那个经济专属水域 但你离开你的经济专属水域 但是我的渔船会去那个公海捞鱼 我也是会污染到的 现在韩国有渔民出来示威 但是韩国政府又准备去帮忙 去跟渔民解释 说这件事可以是安全 但是中国大陆很有趣 最有趣的那个位置就是 现在要拉香港下水域 说随时准备香港 香港都不进口这些海产鱼类 那些东西 我觉得整件事你问我 中国去提出理据的那个位置 他不是提出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日本那里是可以解决的 而这件事就是我亦觉得 譬如说日本那个核电厂公司 他处理这些核废水 是需要有透明度 将他那个去索回那些有毒的 放射性元素的那些水质报告要公开 以及对于如何去稀释这些水质报告 要有个交代 当然也要实时地去公布排放数据 有没有去超标 我会说如果在这些标准都能够有透明度 做得齐的情况之下 是应该要做这个排放的 为何我会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排放 你放在那里 他迟早都会写出来 你是想去有秩序地排放 还是突然间有一天 原来就是爆写 然后完全是污染了土壤油 再流出来 我就会认为这件事已经加了十二年了 只要是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之下 就需要做一个有去处理 如果你只是叫别人说是核的就不能排放 这件事我反而觉得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不是靠面前台词 你日本人都喝了水的算数吧 是啊是啊 我还没说过 是的 但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福岛这个市场是否没完没了 我们有生之年也不会见到解决 我会说中间最核心的 那几个十多平方公里范围 应该就不可以再开放 但其实你说如果整个福岛的重建 原本封锁的范围 其实刚好在这两年 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甚至现在鼓励居民住在那里附近 封锁的范围 也是表面上的核辐射 你会真的看到它比正常地高了一点 但也不是去到影响民生的一个地步 稍为比较要担心 就是那里附近的人 如果只是海湾附近 负责从事鱼类养殖业那些 基本上就没得想的了 因为始终就是说 你由那里去排放 就算在那里也没有超出上限 但我会说那里的浓度也是最高 所以有一些影响也是永远 但你说在日本是否所有福岛的产品都不能吃呢 这不需要 因为只要你连日本的人 或者甚至要你去 即是这样说 日本的人日吃夜吃没问题 他们都没事 你就算去到隔壁吃一次 你也不会有事 所以这次刚才你去 喔不呀 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 不过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是 坏了原料棒到何时可以处理 这就是我想没有一个既定的答案 除非你一定要将它转移到一个稳定的装置 继续冷却着它 然后那里的冷却水也要得到处理排放 而这些事就不能输出国外了 当然了 只要收拾里面收拾好些东西也很烦 但可否买在地底呢? 不可以,一定不可以 在地底上就这么说 你能埋在地底,它会继续热上去 其实这次是这样的 其中一个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就是热到一个地步堆变溶解 如果要令它不太热 你唯有作烂去稀释它 让它的密度不要太高 于是它不会高到温度去堆变溶解 但如果那枝棒本身仍然是核废料 但有上一刻热时,它仍然会产生上一刻热量时 它对于周围的容器 周围的环境 还有一个很积极的影响 即是耐溶装它的东西? 是的,它不是热溶了,它可以耐溶它 于是乎你可能放几年没有事 你放十年八年去 然后搞到周围的东西都烂溶 然后召溶出来 这也是不行的 所以你唯有用水冷却着它 不断用水去冲走污染 好,这一节我们结束我们下节就回来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 和按小铃铛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